好,我来说一下这本书啊,因为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呢,也再聊聊我未来的可能开发的一个课的一个设计 这本书比较小啊,这本书其实只有200多页 而且很多呢都是,很多都是代码 代码我估计就占了七八十页,大部分这种代码 所以说这本书看起来很快,我估计也就看了三天就差不多看完了 而且有些代码我也都比划过了 好吧,这本书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本书呢,其实说是最新的书,确实它是最新的一本书 但是其实它的API用的还是略微比较老的 特别是它开始这些补权 这个补权,它用的还是老的这些模块 基本上没有用GPT3之后的模块 比较老啊,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把这个整个的 这个OpenAI的这个API Python这一块的一些重要的知识 大概要学什么东西基本上是过了一遍 那至少让我知道学个东西大概应该有些什么样的那几个部分 便于未来呢,我想研究完之后呢,做一个课 大概也知道有些什么东西要做 首先呢,它讲了一下这个准备环境啊 就是安装一些Python模块啊,怎么申请API key啊这些东西 然后呢,介绍了一下可用模块 它可用模块讲的都略微老一些 新的那几个可用模块它其实没有讲 那么介绍了一些什么模块可以用 每个模块是干嘛用的 然后呢,紧接着呢就是它的文字的补权 它还是用的老的API文字的补权 现在其实应该叫做Chat补权啊 Chat补权这个我应该会把它再更新一下 文字补权其实就跟那个对话差不多 跟那个Chat聊天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的API用的略微老一点 嗯,然后呢,紧接着就是一些跟文字相关的一些处理 然后呢,举了一些举了一些案例 我觉得案例还可以 我觉得它的案例还可以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嵌入式项链 这个我应该前段时间也讲过 就是通过这个对文字的嵌入式项链的计算呢 然后呢,能了解两个这个文字 两个问题之间的相似度 这个我应该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说训练一个 我们自己用的这么一个GPT的这么一个模型的话 就用了这个嵌入式项链 这个啊,这个我 它举的例子应该跟我以前那个差不多 嵌入式项链这是一个 就是文字补权 这是一个 然后嵌入式项链是一个 然后呢,就是调优 调优 调优这个部分 调优上次我做过 但是好像没有生效 这个地方它也在介绍调优 调优 然后呢,就是调优这个部分讲完之后呢 紧接着就是 它在介绍这个 用那个 这个Whisper 来做这个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然后呢,把语音识别它讲完之后呢 就介绍了这个 亚马逊的这个 这个 就是 类似于那个小爱同学一样啊 那个这个 这个 这个它的智能音箱 然后呢,这个我也研究了一下 然后呢,小爱同学呢 也能支持引入这个GDP 那么过程时间呢 可能我会把它这个东西 换成这个小爱同学的这个案例 来做一个介绍 呃,好Whisper呢 是语音识别 就是说呢 你的语音识别过去 然后呢,把它给它打到GPT GPT呢 然后呢,理解了之后呢 然后呢,再给你反馈回来 然后呢,通过一个直通音箱 来实现这么一个语音的输入 和输出的这么一个结果 呃,紧接着这个 CYP 它是用来 呃,识别图片的 就是说呢 你给一个图片 它能把图片转到文字 你就知道呢 这个图片里面 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啊,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图片 里面是什么 是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题 呃,这个 最后呢,是Dolly Dolly呢,就是说 你输文字 然后产生图片 呃,但是呢 我看了一下 这个东西就没有 因为我最近在玩这个Mergini 我觉得画画这种东西 产生图片这种东西 还是应该在图形画界面里面 不断的去调试会比较好一些 它的代码的级别的东西 就感觉不好创作 我觉得它不好创作 好吧 呃,但是呢 我尽量的都能够给演示一下 因为这个代码 基本上我也跑了一遍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它的案例呢 我都走了一遍 呃,简单的说啊 就是安装 安装环境 然后呢 可用 可用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文字补全 其实就是Chat 就是聊天啊 就是给它 你可以在网页里面输 也可以在Python里面输 然后呢 给它 然后呢 等它返回 这样的话 你可以便于你自己 你做开发的话 可以做自己的记忆人 好 呃,然后呢 紧接着就是这个 迁入式向量 然后呢 能找到两个输入的 一个相似度 然后这样的话 能够去 呃,可以做一些 自己的一些 自己公司内部的 调优的这么一个记忆人 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它的调优 调优 调优这个技术 呃,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语音识别 然后呢 呃,可以用这些 这个自动机 这个自动机箱 来做一个交互的一个 一个案例 然后呢 这个CIP呢 是图片到文字 然后Dolny呢 是这个文字到图片 基本上就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看到类似于 它这个代码 基本上 就是呃 我都是贴出来 我都自己整理的 然后呢 我发现网上还有一个资源 就是这个叫做OpenAI的Cokebook 这个里面呢 有相应的一些代码 有些案例 然后呢 我看它在讲的呢 跟那边也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也是 呃 介绍一下API 介绍一下这些 可用的一些模型 和最佳实践 呃 然后呢 就是嵌入式向量 呃 然后呢 就是微调 然后呢 Dolny 基本上 你看它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就这 就这几个东西 好吧 呃 最近呢 我应该会花一些时间 来去研究一下 然后认真的去 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该看的看 研究一下 然后呢 出一个类似于 这种OpenAI的 OpenAI的这么一个 Python开发的 相应的这么一个课程 那么 慢慢研究吧 其实很多 这个对我而言 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以前我也没有 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对我而言 也无所谓了 以前我也不懂 随忠心 以前也不懂 各种各样的东西 存储啊 这些东西 Python呢 以前也不懂 这东西不就这样吗 到了 就要逼一下自己 让自己再进步一下 的时候了 好吧 好 那这个这本书 我就给它介绍到这儿 如果说你们想自己看 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难度并不大 好吧 我只是希望呢 能够自己 通过一个课程来 逼迫自己能够 进一步的去 往前去学习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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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